歡迎收看小小師佩妮教數學 那這一集應該是我們這個學期的最後一堂課 在這堂課裡面呢我們要多補充一個 就是這個在 處理這個未知數一元一次的應用問題裡面有一種提醒 就是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其實一元一次的應用問題裡面有很多根本你不知道的東西不止一個 但是題目就是希望你只設一個X 那所以你就透過分析把其他的以X表示 那還有另外一種提醒 是你一樣不知道東西可能不止一個 那 重點是這個提醒的特色是這個你會把你的未知數消去 所以你學生有的時候會很猶豫因為他會覺得好像不用設 又好像要設 又不知道要設什麼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這一題 某大廠每天要出A件大一 那因為地震停工 那 所以有一些訂單沒有出 那趕工的話呢 每天生產 120件三天可以把貨補齊 如果趕工改成每天生產130件兩天之後可以把貨補齊 求A 那這一題其實你不知道什麼 你不知道他每天原本要出幾件 其實你還不知道一個東西 就是你還不知道他到底缺幾件 我們用前面學過這個追擊的概念 追上他了 他可以把後補齊就是一種追擊 他追上了這個進度 代表他在三天之後呢 用120件的速度可以追上原本要有的這個速度 所以三天120件是生產多少 是生產這個 120乘以3件 那這個數量會等於他原本這三天每天也要出貨A件 再加上他原本缺了這麼多 是不是這樣子 那如果改成每天生產130件 只要兩天 就追到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兩天也是要生產A件 所以他這裡是2乘A 也是加上缺這麼多 這樣子 好 好 那這樣於是你就可以把它解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式 就是在你 你知道 其實你還有一個東西不知道 這個 孔子說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事之也 你能夠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我們這個方程式求情 所以你如果知道你其他一個東西不知道 就是 缺到底缺幾件不知道 你可以列出這個式子 你就可以成功的求解他 把他解一下 很快的算一下 所以我要設什麼X 不用我已經有A了 所以上面這個式子呢 這個 200 不是 120乘以3 360 等於3A加缺 所以我可以把缺以A表示 等號兩邊同-3A 缺是360-3A 那 帶進來 這條用掉了 帶進來這條還沒用 260 等於 2A 2乘A就2A 加上 缺 360-3A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經過一番運算 A等於100 所以其實他一天生產100件 那缺幾件 這個缺60 可以嗎 那這個是我們 能夠把他這個缺給找出來的情況 那另外一個情況是怎麼樣呢 你如果心裡不知道 你如果心裡不知道缺到底是 多少 那但是你默默的有這個概念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所以我 在這三天之內 120件在這三天之內 我到底追了多少件 這個是我們追集問題的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我的速度比你快 快多少 快了120-A 這三天 裡面我就追這麼多 這樣我就補足了那個不夠的部分 如果我改用130呢 我就比你快了這個130-A 那我只需要追兩天 這樣子我就追到了 所以我這一個會等於這一個 然後去求解 這個也可以把A解出來 好 那剛才有講到這個有一些位置數會被約掉 那這是一個提示 在這個提示底下呢 來試著寫寫判這四體 再練習一次 以開車上山時速是 40公里 下山30 所以如果山路長 射 山路 長 L 折 上山 花 多久 多久 40分之L 小時 下山 花 30分之L 小時 所以上下山的平均速度是 30分之L加上40分之L分之2L 那30跟40做通分 其實就跟剛剛一樣 剛剛 這個30跟40通成12 所以是 120分之70L分之L 這樣子 不是70 120 他乘4他乘3 120分之7L分之L 所以 平均速度 7L分之120 7L分之L 120 所以平均速度其實是7分之120 7分之120 這是第一題 第二題 這個我們以前看過的題目 我有講到他有一個位置數被約掉了 什麼 就是 總工作量 社 總 工作 量 是N個 或X個 寫N 是N個工作天 或者你寫工作人天 就是 工作 工作 人天 一人工作一天 這樣子 那男生要花15天做所以則 男生 一天做 15分之N 女生一天做 20分之N 所以兩個 女生一個男生一起做 那他們一天可以做 這個 15分之N 加 兩個 20分之N 那是15分之N加10分之N 所以是多少 30分之 乘以2乘以3 5N 對嗎 對 好 所以是6分之N 那所以呢 責男生這樣 然後下面下面這行寫這個 也是責 那責這個 一男 兩女 一天做 我們剛剛算了 6分之N 那所以需要幾天 需要幾天就是N去除 6分之N 等於N去乘 6 等於 6 所以需要6天 可以嗎 這是第2題 來看第3題 飲料店特價 買20杯打發者 小明想買10幾杯 結果他發現他花的錢 等於買20杯 到底買了幾杯 他 一杯到底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題我們不知道兩個東西 他想買 這個小明想買 小明想買 小明想買 X杯 那其實他呢 一杯多少錢 我不知道啊 所以一杯是AA元 所以其實小明想買的錢 是 AA X 他想買 他想花的錢 結果他發現他會等於一杯A元 等於買20杯打發者 所以20乘8 20乘0.8 對不對 那這邊呢你就會得到這個20乘A 再乘0.8 是16A 所以A乘X是16A 所以X等於16 所以其他想買16杯 因為A會被約掉 A乘X是16A 所以X就是16A 那這個就是一個位置數被約掉 那說過這個問題呢 我們可以稍微的理解一下 就是我為什麼特別提這件事情 因為有的時候可以約掉 因為有的時候可以約掉位置數的問題 你可以乾脆不要射 這個A我可以乾脆就不要講 對不對 就是買幾杯會等於20杯打發者 可是呢 這是因為這題簡單 所以你乾脆不要想 答案很容易出來 如果是這一題 有些老師會建議 你就把 全部射一 全部射一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去算 或者他用說明的 但是我會覺得 你不如你 就是我說的 你不知道東西就射出來 反正到時候該約掉的 就會被約掉 對不對 不知道東西就要射出來 像這個LS 不是啊 我也可以說啊 像剛剛這個工作這一題 有的說法就是說 男生一天 發十五天作稅 一天作十五分之一 全部工作的十五分之一 他就不 不講這個N 他把它說成是 全部工作的十五分之一 那其實全部工作是多少 沒有講 那為什麼可以不講 因為到最後會約掉 所以當作沒有這件事情 但是我的 想法就是 其實你應該把它射出來 再約掉再約掉 才不會說 刺子不好寫 你把它弄清楚 刺子會比較好寫 當然這幾題都算難的啦 看最後面這一題 有兩根蠟燭 假蠟燭要燒完要花五小時 椅子需要四小時 那如果同時點亮幾個小時之後 假的長度是一個三倍 所以我們其實不知道一件事情 什麼 幾個小時後假的長度是一個三倍 這個我們不知道 給他射一個 我們還不知道另外一件事情 兩個 兩根蠟燭到底多長 因為你在計算這個 算 你在計算這個時間 稍多長 他不是說 假的長度是一個三倍嗎 那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原本多長的話 我怎麼算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假這根蠟燭跟椅 他們兩個等長 如果原本都長L 假 需要五個小時燒完 換句話說 假燒的速度是五分之L 椅燒的速度是四分之L 你可以 這麼說 色 假 假以長 折 假每小時 假每小時燒 五分之L 以每小時燒 四分之L 那 到某一個時間點 到X小時後 假會燒多少 X小時候 假會燒 這個 5L乘上X 那剩多少 剩 假剩 這個 原長L減掉 5L X 以剩 原長L減掉 5L 4LX 4LX 可以嗎 他說這個時候 假剩的長度是1的3倍 所以我們就一條方程式可以求解 L減掉 5LX 等於 3倍的 L減掉 4LX 5L 那你就會發現 我把它乘開來 等於 3L減 4分之3 LX 你就會發現你整條式子裡面的每一項都有L 所以其實你可以乾脆同除L 把L除掉 所以呢你會得到這個 1減 5分之1X 等於 3 減4分之3 X 然後求解X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我說的 有的題目呢 你去看他的解答 他也不跟你說要射影 那那也不是不行啦 只是你想起來就會很 複雜 這樣子的話 那 這個 X小時之後呢 假 這個假其實剩下原本長度的 1減5分之1 其實剩下原本長度的 1減4分之1X 好那 假這個長度會是以這個長度的3倍 他也是可以 他等於每個L的我們寫L的地方他都寫1 不是不行 但是問題是你要想清楚 那這個就是我一貫的說法 你多射了會比較好想 那你不射看起來寫起來比較簡單 其實不好想 那這題我就不解完 來看最後三種題目 這個竹竿題也是我們在上一張學過的嘛 一樣 一根竹竿 插在水裡 四分之一在泥巴中 那我們整根竹竿其實是L 那這裡是四分之一的L 在泥巴裡面 剩下的部分的七分之二在水中 所以到底剩多少 四分之一L在泥巴裡嘛 所以剩四分之三L的 七分之二 等於 十四分之三L 在死水中 那露出來多少 L減四分之一 再減十四分之三 也就是 或者你也可以說他是 十四分 他是四分之三L的 七分之五 二十八分之十五位了 二十八分之十五位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是上面這裡是 二十八分之十五位了 他說是十五公尺 所以L就是 二十八 可以嗎 來看下一題 老王餐廳裡的價位 只有一種 那 用餐後要加收一成的服務費 小明剛好 小明帶了五千塊去請朋友吃剛好花丸 因為他有BIP卡 不需要付 結果 因為他有BIP卡 所以不需要付服務費 那結果 不需要付服務費就多了啊 因為他原本以為要付服務費 所以帶五千塊去 那 就多出來 那多出來的錢 如果剛好 夠讓他再請三個朋友吃 請問原本 他到底請了幾個人 包括他自己 原本到底有幾個人吃 好那這一題呢 其實也還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未知數藏起來 什麼 就是到底 一套餐 一份餐是多少錢 其實你也不知道 那你假如把這個未知數抓出來會比較好想 就是說如果 因為我們剛剛講 如果連他自己有N個人 那他請的朋友是N加三個朋友 這樣他花多少錢 他不需要服務費 所以其實是N加三乘以 如果一份餐 是A元 那他花這麼多 這麼多的錢 就等於是 他原本以為 N個人 就要 這麼多 N個人一份餐 A元 他原本以為要服務費 所以其實這一題 你看他給了一個五千 這個五千 其實用不到喔 這題挺壞心的 這個五千用不到 那是怎麼樣呢 而且他其實有一個未知數他沒有講清楚 他一份餐是A元 N個人點了這麼多 總共花了 這麼多錢 再乘上1.1 因為你要加一層服務費 所以是乘1.1 會等於N加三個人 乘上A元 不乘那個1.1 這樣子 所以你在左邊你就會得到 1.1個A 乘1.1 乘A乘N 會等於右邊是 這個 N加三個A 那我們等號兩邊就都有A 所以約掉 所以這個A只是幫助思考的 就是說 N加三個人 他所花的錢 他所花的錢 等於是N個人要收服務費的錢 那我們為什麼要設A呢 因為你不設A的話 你這個錢你會一直有一種就是 N加三明明就是人啊 他就不是錢啊 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這個A幫助思考 射出來之後 你就會 想完了把它約掉 那其實這個5000根本派不上用場 所以N加三會等於1.1N啦 這個N加三會等於1.1N 等號兩邊同減N 那1.1N減了N 剩0.1N 所以0.1N是3啦 所以N其實是30 所以他原本 連自己包括在內有30個人在吃 那這個就是我們 第三章的課程 今天上到這裡